這個李化老師又教水氣如果變立態的叫做什麼? 氣態變立態叫做什麼? 凝結 如果直接變成靈化 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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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個氣變庫跟庫變庫都叫做升華 但是那個不好,那叫靈化比較好 那麼基本上你本身要達到所謂的凝結或者是要凝滑的時候 要在水氣接近飽和的時候才會發生 但是科學家做了實驗 已經把它灌到平常飽和水氣的四倍了 它還是不凝結,為什麼會這樣呢? 幫它掃個玩意,凝結核 凝結核 就是要有一個小液態或者小固態在那邊 讓那個水氣能夠沾上去 就像那個什麼珍珠一樣 有一個珠母,然後它滾了珍珠 把它裹出來跟那個珍珠一樣 那個小液態讓它沾上去,叫做凝結核 誰可以當凝結核? 任何的小液體跟小固體都可以 灰塵啊,鹽巴啊,小液滴啊,都可以 任何的小液態跟小固態都可以當作凝結核用 但小氣體不行 所以呢,也就是說水氣要凝結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水氣要接近飽和 第二個是要有凝結核 所以要有水氣要接近飽和,要有凝結核 它才會凝結成小水滴或小冰塊 凝結的小水滴或小冰塊 飄浮在空氣中,意思就是腳跟不著地 沒有黏在東西上面阿飄啊,飄來飄去的 在天上的叫做雲,在地上的叫做木 我們國中生,雲跟木是同一個東西 沒有差別,只差在地方 你家住陽明山上,早上推開窗門 哇,今天木好濃啊 三下人說,哇,今天雲好低啊 沒有差別 所以只差在一個在天上,一個在你旁邊而已 所以,但都可以是小水滴或者是小冰塊 搞得怎麼樣,叫做凝結 如果有黏在東西上面 沾在樹葉上,沾在汽車上,沾在屋簷上 這樣如果液體的就叫做露 固體的就叫做露,固體的就叫做露 水凝結的東西,如果有黏在東西 樹葉上啊,樹葉上,花瓣上啊 都在上面 如果液態的就叫做露,固體的就叫做露 雲跟露 雲跟露是可以是液態也可以是固態 露就是液態,露就是固態 雲跟露是飄在空氣中,腳跟不著地 露跟霜是黏在東西的表面上面 放在那上面,OK? 雲有,這個以前銅金有教過 雲有分什麼氏族實屬嗎? 不要,我們現在講很簡單的 雲根據高度分有所謂低雲、中雲、高雲 直載瑜就是說從底下到上面都有 直載瑜,叫直載瑜 這叫做氏族根據高度分 它根據形狀分有分實屬 但是我們沒有分那麼多 我們就跟講簡單三種 雲狀、卷狀跟成狀 雲狀一坨一坨的 花椰菜一坨一坨的 雲狀瑜 雲雲雲雲 這個是後面這一句大會強調的重點 五號雷正雲是從雞狀雲中落下來 它跟旺盛的對流有關係 旺盛的對流形成雞狀雲會下 你不會雷正雲,知道我會再講一次 一坨一坨叫雞狀雲 卷狀羽毛 一絲一絲的 羽毛一絲一絲的 這個雲通常比較高 比較高的雲比較不會下雨 這個雲比較高,比較不會下雨 沈狀雲萌萌的一片 萌萌的一片 這種通常會帶來的是綿綿細 綿綿細 綿綿細 叫做沈狀雲 剛剛講過了 重點是那個雞狀雲 雞狀雲 五號雷正雲是從雞狀雲中落下 這叫雞大 那這個就是跟旺盛的對流有關係 旺盛的對流有關係 那我剛才講過了 旺盛的對流有關係 旺盛的對流有關係 那你可能下什麼 下冰爆對不對 所以冰爆經常夾雜在 五號雷正雲中掉下來 然後後面這句 剛剛是你好好教的 避免雷擊啊 不要走在空曠的地面上啊 不要躲在大叔下啊 因為尖端會放電 所以基本原則就是 不要讓你變成一片平坦的當中 最突出的那一根 那一針就特別容易被雷打到 高爾夫球場一片草地 就一棵樹在那裡 千萬不要現在躲雨 那棵樹就容易被雷踢 那棵樹就最容易被雷踢 好 下雨天拿一個碳纖維釣竿 灰竿一舉起來 因為到處雷說請來打我吧 那個特別容易贏雷 不要讓你變成一片平坦之處 最突出的那一根 那一根特別容易被雷 應該是李化老師有教的 這就是有關於 有關雲的四足十足的部分 重點就是記住 五號雷正雲從 雞狀雲中落下 OK 有人問得嗎 沒有 謝謝